南某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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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道无上誓愿程 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大家请放掌 我们现在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 试炼处的修行法药 试炼处的修行法药 因为我们是在禅修中来进行 来讲解修行药令 不是一般在摄影棚式或是单独的诠释解释 讲经说法 不是一般单面式的讲经说法 因为修行药令 因为修行药令 这是很实用很实际 而且那是很生动很活泼的 所以试炼处的修行药令 在禅修的时候来讲 这样才能够讲出那活的那一部分 活生生的修行药令 如果我只是在摄影棚里面讲的话 那这样里面很多的精华 没办法讲出来 而且修行药令 那是双向的互动 那是一种磁场 双向的互动 所以你们的精进用功 会激发我讲出更深的修行药令 好 我们现在请大家看 《中阿罕》98经的《炼处经》 第二段这里 云合为世 观生如生恋处 观觉如觉恋处 这个觉在扎阿罕是翻译为受 感受的受 中阿罕通常把这个受翻译为觉 一样的 我们讲失恋处是讲 身受心法 所以 观生如生恋处 观觉如觉恋处 也就是观受如受恋处 观心如心恋处 有的人 有的人把这个处 读为处 处在什么情况的处 这样也是有很深的解释角度 等一下再讲 云合观生如生恋处 云合观生如生恋处 比丘者 行者之行 住者之度 坐者之坐 握者之握 免者之免 物者之物 免物者之免物 如是比丘 观内生如生 观外生如生 历练在生 有知有见 有明有达 示为比丘 观生如生 复次 比丘 观生如生 比丘者 正知出入 善观分别 屈身低阳 宜容阳絮 善着生且里 及诸一波 行住坐握 免物 与莫皆正知之 如是比丘 观内生如生 观外生如生 历练在生 有知有见 有明有达 大家 这一段 是修行上的重点 非常重要的阶段 这是深恋处开发的 重要提示 也是一个核心 不要小看这一段 如果你这一段 你能够真的做到 比你读了好几十部的大藏经 都还更重要 你读了很多遍的大藏经 但是你却没有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来 实修实际做到的话 那你所研读的经典 都只是一些空论 都只是一些头脑的知见 读那么多经典 读那么多经典 不如你好好的把这一段 好好的消化 然后实际的去实践 去做到 好 好 试练处 试练处 讲的就是 身 受 心 罚 试练处它是有次第 有步骤的 由前 入身 心 心练处 讲的就是 明心的阶段 讲的是 起心动念 但 因为我们的 念头 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而且很维系 很维系 如果你在 出的这些 身体的动作 出的像 你看不到 看不清楚的话 那些维系的像 你是不可能觉察到的 要谈明心 那是不可能 所以 你要明心 见性之前 你必须要 前面的 深练柱 跟受练柱 要开发出来 明心 讲的是 试练处里面的 第三阶段 心练柱的开发 你明心之后 才能够见性 见性 讲的就是 第四阶段的 法练柱的开展 明心 见性 很具体 不会抽象 只是如果你没有正确理解的话 你所谓的开悟 不是真正的开悟 你所谓的明心 也不是佛陀 所讲的明心 所以 明心 要明心 见性 那都是有次第 有步骤的 我们就逐次来协助大家 怎么样来到达明心 见性的阶段 不要小看 我们禅修 禅修 只是八天而已 佛陀 在这一境里面 也跟我们交代 也跟我们清楚地讲出来 你真的好好用功 你在七天七夜之内 你都有可能开悟 都有可能见法 只要你观念 知见正确 只要你好好用功 真的 七天七夜 你都有可能 开悟 见法 所以 不要忽略了 每一个阶段 禅修 不再长短 不是一定要几个月 几个月 我才能够达到那个效果 不是的 你观念知见不正确的话 你再修个五年十年 你还是在练功夫 你观念知见正确 七天七夜之内 那个见法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 现在大家身心柔软地 按照这个次第步骤 逐步去做 那 很快 就能够来到明心 渐行的阶段 那你要明心之前 神殿柱的开发 这一段就是非常具体 而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怎么样能够明心 你要在明心之前 必须你的身体 要清楚地觉察 我们的身体 记得都是活在当下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动作 包括你讲话 都是活在当下 但是 众生的心呢 却都是跑到过去 跑到未来 跑到九霄云外 你的心很少很少跟你的身 结合在一起 你的心 通常都是很散乱很散漫 很少活在当下 你的心 如果没有跟这个身体 结合在一起的话 你的身心是分离的 分离的身心 就像行尸走肉 这就是佛陀所讲的 活在颠倒梦想的世界 如果你的解脱 是在遥远的未来 那也是在构筑一个 不切实际的梦幻世界 我用你的身心结合起来 保持清醒明觉 你才能够见法 你的身心才会清静 唯有你的心 清醒明觉的活在每一个当下 你的心才有可能成为明心 当你真的能够清醒明觉 活在当下又能见法 你才能够真的 远离颠倒梦想 所以大圣佛教 讲了很多很崇高很好的境界 真的都是相当好 问题是这个赤地 这个方法 却是很欠缺很疏忽 一讲到要实修实证 一讲到要按部就班 就认为那是小胜的 那是不了意的 那是国小的 那是小学生的 那不是很重要 一讲 都是高谈阔论 像这样 你在讲再久 你还是都只是空谈 讲再久 我慢还是看不到啊 贪嗔痴还是没有净化 真正的解脱 那是我慢的止息消失啊 那是贪嗔痴的完全净化 学佛修行 如果没有回到净化贪嗔痴 止息我慢的话 那都是在佛法的门外 还在支流末节上面绕 所以千万不要把试炼处 认为那是小成人在修 千万不要这样 那是真正能够帮助你醒过来 非常重要的法门 重要的关键 这是百千万劫兰遭遇的 所以第一个阶段 身炼柱的开发 佛陀就告诉我们 行则之行 柱则之柱 作则之作 卧则之卧 免则之免 物则之物 免物则之免物 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 观外身如身 历练在身 有知有见 有明有达 是为比丘观身如身 你看哦 历练在身 就是把你的心 这一批心的一马呢 把它拉回来 收射回来 放在你这个身体上面 让你的身 跟你的心 对焦 让你的心 清醒明觉的 活在每一当下 清楚的觉察 你当下的每一个动作 你的心是跑掉的 要拉回来的 是这一批心圆意麻 你最忽略的是这个身 而心呢 都是散乱的心 你的身 跟你的心 如果没有对焦的话 那你都是活在无丙的世界 所以 这一段 是让我们醒过来的 重要关键 这个步骤如果你没有做的话 那后面的步骤 那就是空谈 好 那圣殿柱怎么开发呢 行者之行 我们平常 一般众生的走路 跟佛陀的走路 有什么不一样呢 跟那些觉悟者的走路 有什么不一样的内容呢 同样都是在走路 但佛陀觉悟者 他们展现出来的那种走路方式是 明行主啊 而一般众生呢 走路是 无明行 一般众生 你在走路 都是 又冲动 又快 又急 赶快 赶快 你的脚步都是很急很快 然后你的心呢 都想其他的 想东想西 担忧东担忧西 你很少活在当下 也很少觉察到 你当下的每一个脚步 但 佛陀他们 不管 脱波 或是 游行 或是其他的 动作 每一个脚步 他们都会保持清醒明觉 那这个不是说佛陀这样做 那我空海才这样讲 如果我本身没有做到 脚步的清楚觉察 我不敢 要求 大家也这样做 这些修行法要修行要领 一定是 我有经历过 我有做到 我才敢讲 包括往后几天所要讲的这些内容 我没有证悟到的 我不讲 我没有做到的 我不讲 不要讲自己做不到的 不要讲自己没有提悟到的 所以 明行 很重要 佛陀他们走路就是这样 我每个脚步 都很清楚觉察 而且 不急 不许 在走路之中 他有安详 他一样展现三妙行 但不是说 有急事要做的时候 脚步不可快 不是说不可以快 一样可以快 但是 你一样都保持清醒明觉 所以 所以 走路的修行要领就是 你把你的脚步 放慢一点 跟你原来的 走路的脚步 比起来的话 你把脚步放慢一点 再来保持清醒明觉 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 或是平常在工作的时候 一样 左脚 右脚 左脚 右脚 你都清楚觉察到 这是走路方面 那我们不只光是走路啊 这个行者之行 不是光只有走路而已 包括你的手的动作 包括你讲话 口行这个也都是啊 行是包括身行 口行 意行啊 但是意行 我们把它归属于后面的 心念柱的开发 所以 这里 行 我们是着重在 身行 那身行 不光是脚步的走路 你的动作 扫地 一样 拿着扫把 在扫地的时候 当下一样是在 动 这个行它就是一个动作 你在动态的时候 脚的动态 或是手的动态 或是身体的动态 那些动作呢 你都保持 清楚觉察 这一点 需要大家下功夫去 调整你过去不良的习性 我们过去 你很少清楚的觉察 你当下的动作 所以这一点 修行就是要 把我们冲动的动作 把它 调整为 安详 柔和 把我们无饼的冲动 无饼形 转变成为饼形 所以 包括你在 在 上下楼梯 你都要清楚的觉察 每一个脚步 如果你无饼冲动的时候 你的脚步是很粗重的 你包括要上下楼梯 你都是啪啪啪的 那表示心的粗糙啊 如果你的心维系 你的动作柔和 你上下楼梯 那都有一份的安详 走路里面 都有安详在里面 而且 而且 会像行云流水 好 所以 行者之行 住 者之住 这个住 跟前面的行 是一个对比 住 讲的就是 你站立 静止不动的时候 所以前面的行是动态 第二个住 那是讲的是静态 你在静态的时候 站立的时候 停止下来的时候 一样 都保持清楚觉察 你当下的身体状态 你当下附近周遭的这些情况 你都能够清楚觉察 这是住者之住 再来 坐者之坐 这个坐 讲的是禅坐 打坐 或是端坐 这方面 我们下一节 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 打坐方面 很重要 包括 你的打坐姿 以及 你痠痛的时候 要换腿 这时候 你都要清清楚楚的觉察 如果你错误的观念 你的打坐是在练功夫 如果你正确的观念 你的打坐 它会变成很轻松 错误的打坐方式 你的身心 你的身心 会越来越僵化 我慢 会增长 正确的打坐观念 你的身心 会越来越安详 越来越柔软 我们下一节 再跟大家来分享 谢谢